我不知道是我年纪比较大还是怎么样 好像守不太处啊 就很容易就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我们服务汽车的 变形金刚飞翔时间 这是我们1227集的节目 我手边呢 由中皇隐悦兄 所借给我的赛波弹制的玩具呢 手边目前就剩下这个了 Atomus Prime 我把它放到最后做一个压轴 拍完之后呢 我就要把最近这些玩具呢 寄回去 那么非常感谢中皇隐悦兄 这段时间呢 对我们节目的打理支持 然后也让大家呢 可能大家都不愿意花钱去买啊 或者是说你买不到啊 像好像大陆的话呢 似乎没有代理这一批赛波弹制的玩具 那没有关系啊 我们看看节目呢 过过干瘾也是可以啊 一赢一下就可以了啊 有些人生的得不到的东西呢 可能反而比较美好一点点啊 毕竟这个玩具呢 有它的乐趣 但是值不值这个价格呢 就端看你个人能力范围了啊 那我们这一款这个 所谓能量金盔甲系列的OP呢 车型可以说是好吧 惨不忍睹吧啊 正面还明显可以啊 它的烟囱比较特别啊 以往OP的烟囱是立着的啊 但是它是往前面 像是发射台一样的感觉 明显的看到是机械的手臂 那么腿部的话就在后面啊 几乎你一目了然可以看出 它的一个变形 那个一个结构 那有朋友说呢 赛布坦志的玩具呢 有点像是这个Costown的一个 淋巴动画的一键变形 或者是快速变形的玩具啊 这话说的确实也没错啊 那玩具的滚动性还算可以啊 重量也不错 那这款玩具的乐趣呢 它有两个 一个是变形的一个过程 另外一个只是穿上盔甲之后的一个形象 那我们的话呢 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了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成车辆啊 它是一个也算是人家说一键变形 它这个叫什么 一抽变形嘛 一抽啊 抽出来就变形了啊 这个部分打开之后呢 后面这个地方啊 嗯 我看了一下 YouTube上面呢 只有一个人呢 做这个玩具的开箱啊 就是中方隐乐兄 他自己做了这个玩具 他的话呢 我看到可以轻易的这样卡上去 但是我 我不知道是我年纪比较大还是怎么样 手不太触啊 就很容易就爆发出来了啊 这个说起来是很害羞啊 不过还好啊 我可以无限重来 你看啊 我还是可以的 虽然出来的快啊 那么呢 这个好吧 就让它暂时就垂在后面吧 我也莫可奈何了 再来就是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卖点 这个部件打开来 之后呢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啊 把这个胸脚给放到这儿 再来呢 就是把这个啊 镜头要先调高一点点 那这里有一个能量斧啊 能量斧的话 你可以先把它这个地方给掰正 然后呢 变形的时候 就是把这东西往上抽啊 往上抽 我们的这个OP呢 就会使出这个桑基尔夫的这个 什么什么螺旋掌一样的开 这个必杀剂呢 就完成它这个变形了 那么呢 各位可以看到啊 这个地方啊 如果你堆一些老玩具 或者是说 对玩具的原理 或者机械原理 有概念 就知道啊 这里有一些带动了 这个像齿轮状的这个凹凸状 那实际上的话呢 它就是啊 会从后方的去拉动啊 比方说呢 我们再次把它给插回去啊 往下压 那带上来的时候呢 它就是会把它 OK 这一带的话呢 就是会去拖动 这个旋转的这个部件 那转过来之后呢 它是没有一定的 没有最后会卡住 它是到没力气为止 才停下来啊 也算是非常厉害 冲到没力气为止 才停下来 也算是很猛了 OP就是OP啊 那这个比较人形下的毛病呢 可能就是 其实也很明显 第一个手臂啊 是没办法固定的啊 整个因为迁就变形的关系啊 上半身整个是松动的啊 松动的 那这个头啊 跟下半身是同一个 从同一块部件 你看 头跟脚是同一个骨干啊 所以它是一起的 那两腿也无法分开啊 就是完全是一个 非常低可动的玩具了 手臂360度的转动啊 平举的话呢 是也是有限 咱们到这 手肘可以弯 那拳头的话呢 中间呢可以握武器 那握武器呢 只能限定握住这个地方 握其他地方都握不到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粗度的话呢 还是握不住你的啊 所以这个 平常还是注意多锻炼一下 自己啊 手臂要强壮一点啊 女孩子抱住你的时候呢 才有安全感 那它的一个背部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惨不忍睹了 那后面这一块部件呢 就它一个能量金盔甲 那这个的话 我还是一句话 扣不太紧 锁不太住啊 那它的一个 穿上去的方法 是从这个地方 两侧都有啊 两侧一起按下去呢 它会弹上来 但是呢 我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就弹得不是很顺利啊 而且你弹的时候呢 记得去把它的身体呢 跟手臂都转正啊 不然盔甲套上来的话呢 是会套不到的啊 那这个为了方便 不要去干涉到的话 我就暂时的把它弄这样的啊 这个 就这 我第一次成功啊 哇塞 镜头前面就是不一样啊 人来风啊 这家伙 其实我刚刚都练习了十几次 没有就顺利弹上来的啊 没有想到上镜头就一次成功了 早知道了 就不要练习那么多次了啊 OK 嗯 漂亮的一个盔甲 从这里弹上去啊 那 帅吗 好吧 帅吧 OK OK 乐趣度呢 有没有 有 怎么会没有呢 官方的玩具就是好玩啊 对吧 那我们的话呢 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 变回车子吧 对了 看一下细节好了 它这里 是有一个autobot的一个标志的 所以这正版的玩具 有博派 尊贵的正版标志 胸口也是有的 那如果把它变回车子的话呢 是从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打开 这样的话呢 我们整个盔甲呢 才能够方便的给收到后方去 那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 好吧 我们先把后面收起来好了 后面收起来的话呢 是把这一块部件往前推 然后这个地方收进来 到这啊 把它给按住啊 稍微把它给按住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利用这个啊 部件呢 把它给往下面 往下给压下来 压下来之后的话呢 这块角的话 直接翻上来了啊 这个把它给盖上去 其实应该先把人物缩短了 先把人物缩短 然后把这个部件往上面折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两手呢 两手呢 推直之后 往后面 先做上一个简单的合并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两个这个缺口给弄出来 然后把这个部件往上面推上来 两侧呢 都有凸啊 两侧都有凸啊 把它给扣进去 我们这一款这个 Cyberverse Energon 对不对 呃 能量盔甲系列的 这个Atmos Prime呢 就完成了 它的一个车辆形态的变形了啊 后面这里的话呢 勉强可以当成是一个什么 什么基地吧啊 OK 它的一个乐趣呢 就是在于变形的时候 这个大回旋 还有这个盔甲穿上之后的一个形象 那这个也是手边的 最后一个赛布弹制的玩具 有朋友说呢 希望看我做这个Deluxe等级 好吧 那我就 想办法再 没能力买了 接看看是可以的啊 那就谢谢各位这段时间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